灵魂这个话题里面 它牵扯到很多的方方面面的 首先是生这个方面的 也就是活着这个方面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死后这个方面的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来讲 这个孔子所说 人不知生焉知死 你首先要知道你是怎么生的 然后才知道死后是怎么回事 启示经开始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从光阴天 也就是色界天 三禅天 色界天 光阴天下生到人间 那么我们人类如果是源头 不是光阴天 我们在光阴天诞生之前 我们就已经存在了 那这个生命是怎么诞生的 说这个呢 在古代 在禅宗 他要我们参话头 参什么话头 就是说 这个父母未生我前 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功夫界经常提到一个元神 又叫本命元神 那这个本命元神 和你现在的这个肉体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些 我们争取在今天这堂课 引导着大家 去慢慢地去寻找 这个我们最早是谁 我们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那么我们未被生出来前 我们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呢 在佛法中称之为灵 也就是说 我们还没有真正成为众生前 我们是一点真灵 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是古灵 不是简单的一个 今生的一个灵体 它是古灵再入壳 这么一个道理 它在六道的生死轮回中 所有的六道众生 里面的灵 都是古灵在来的 都是古灵在来的 都是这么些灵在转来转去的 有没有心灵有 但是大部分是古灵 那么古灵在来的这些人呢 它在秘法中叫祖古 祖古 祖宗的祖啊 古啊 是古代的古 为什么称为祖古 祖古就是什么 这个已经是几万节之前的 几百亿年前的 那个灵又来了 就叫祖古 祖古 所以我们今天的灵魂觉醒课程 一定要重视天生合一的智慧 就是一展开是一个二十八重天 是一个六道正一个时空 和超过这个我们一百四十一年宇宙 进去的三千个大千世界 因为你是五十节的一个英灵 一个古灵 你在三千个大千世界里面的很多的宇宙中都生活过 所以这一次我们借着时空场的安排 我们会细致入微的 领着大家来一次灵魂之旅 然后让大家真正的明白 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到底是为什么 有重点灵魂之旅 обнаруж 你在大千世界里面上 咱 咱 感谢观看